美国各天起功债殖利率2月大爆盘 积压已久的卖压终于是宣泄 再是压不住的卖压 使得美国十年起国债殖利率 才一个月的时间就大升了34个基点 创下了2016年11月以来最大的月度升幅 债券殖利率的狂升代表着债券价格的大跌 连带影响美国股市的投资人的信心 美股科技股同一时间遇到了强大的卖压 尖崖骨龙头苹果股价 整个二月大跌了超过8% 这一场美债风暴将会席卷全球 成为2021年的灰犀牛吗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正所谓千一法动全身 全球金融市场各资产价格之间 有的非常微妙的互动跟连带关系 例如说被视为风险性资产的股市 跟被当作非风险性资产的债市 理当是一个悄悄板的关系 也就是当股市的风险上升的时候 资金会从股市撤出流到债市去避险 尤其是投资等级的债券 更被视为是避风港 就好比是信用评级最高等级的美国国债 就是最大的避风港 相反的 股市行情好的时候 资金会倾向离开安稳的债市流向股市 以赚取更高的报酬 所以才会形成敲敲板的一个情况 所以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向来强调股债配置 一方面持有债券赚取固定的收益 同时规避股市的波动风险 另一方面持有股票已赚取更高的报酬 股票跟债券在投资组合的持有占比 可以是市场的情况跟经济的展望 进行不同比率的设定 如果说两个在投资组合中占比各半 也就50%50 叫做平衡式的投资策略 但是今年2月 这种投资的黄金准则 似乎完全失效了 不单单美国 全世界同步都出现了股债同跌的情况 我们以台湾为例 加权指在2月的最后一周 大跌了将近400点 跌幅达到2.37% 尤其是2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居然中错了将近500点之多 全职王台积电整个2月的最后一周 更是重跌了有7% 照理说 加权指连同台积电的大跌 股市资金应该测往债市 但结果并不是如此 台湾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2月以来也是狂升到0.438 如果从今年的低点 也是历史的最低的0.24来算 台债10年期的殖利率 也狂升了19个基本点 短短一个月升幅将近80% 这种股债双跌的现象 不止台湾 美国最明显 而且也是引爆者 2月美国10年期国债殖利率 大升了34个基本点 曾经在2月25号当天 大升超过20个基本点 一度升破了1.6大关 最终收盘仍然冲破了1.5% 这种上升的速度跟幅度 完全出乎市场的意料之外 今年年初 华尔街曾经预估 今年到年底 美国10年期国债殖利率的区间 正好是1.5到1.6 没有想到2月还没过完 就已经达到了这个区间了 美债大跌 在市的资金夺门而出 科技股也连带被无情的抛售 尖雅股大跌 特斯拉2月最后一周大跌了13.5% 从1月底的历史最高价900美元 跌到了周间盘中最低点619 最深的跌幅居然高达30% 一个月的时间 特斯拉的市值从超过8000亿美金 缩水到5600亿美金 灰飞湮灭了2400亿美元 等同7兆台币的市值就这样没了 特斯拉跌入熊市是重大的警讯 除此之外 苹果股价2月中错了8% 市值也减损了2000亿美元之多 苹果股价从今年的高点145美元 跌到了波段低点120亿美元 跌幅也达到了16% 如果再跌 很可能会继特斯拉之后 达到进入熊市20%跌幅的标准 全球股债市同步下跌 这股背后的庞大卖压 到底从何方而来呢 值得我们深思 但简单的道理是 全球股债市在超量的货币发行之下 今年不约而同的来到了历史最高点 美国十年期国债值率 从去年的历史最低点的0.5左右 上升到今年初的0.9 再进一步上升到1.5 美国科技股为主的纳萨克指数 从去年底的6631点 涨到今年的最高14175点 这涨幅是1.13倍 苦债市所吹起的泡沫跟蓄积的卖压 如果一旦同时爆阔 准时上线